像你平常會帶貓咪出門 那你是有什麼樣的觀念 前期的時候你要先讓你的貓咪去認識你 你要跟貓咪去建立一個安全感 然後再一步一步的讓牠喜歡外面 但是這種東西是不能去做強迫的 前面如果你跟你的貓咪建立安全感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出去外面的時候 有車子經過的時候 我給牠吃肉泥 給牠感覺上都是好事 或者是讓牠轉移注意力 不要被外面的環境嚇到這樣子 因為貓咪牠是一個巡邏型動物 所以你常常帶牠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對牠來講 牠就會很熟悉那邊 就會比較自在 固定的地方會比較好對不對 因為信義區那一邊 那一條路是不會有汽機車經過 大家步調也比較慢 不會有那種太多人會衝撞的 所以會比較好去做六貓的動作 六貓的時候真的就要去注意很多 所以我每次出門的時候 其實我的神經都會滿緊繃的去顧慮牠們 大家如果現在看到有人在遛貓的話 可能就會也很想跟風帶自己的貓出門 其實貓咪是比較敏感膽小的動物 覺得出門之前一定要先評估你的組子 有沒有對外面很好奇 然後再來就是安全措施 像是背帶啊 牽繩啊 有沒有準備好 然後我覺得主人的觀念也很重要 就是跟牠們之間的信任感也要培養起來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才能帶你的組織出去 千萬要保護好你的貓咪喔